继续要告诉您 70年代的重大枪击要犯吴静诚 今天再度因为暴力讨债被捕 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 对这个名字感到似曾相识 因为他当年在狱中曾经写下自传 我在黑社会的日子 后来还被拍成了三部电影 让吴静诚一时成为 浪子回头的代表性人物 但其实他被特赦躲过了死刑之后 还是脱离不了黑社会 就在他57岁生日的这一天 又被戴上了手铐 终号大塔瓦的吴静诚 涉及暴力讨战恐吓取材等罪名 今儿五点多刀警方逮捕 在57岁生日这一天落网 昔日的黑道老大还不断喊冤 大塔瓦吴静诚是70年代的 重大枪击要犯 曾经犯下掳人勒熟被判死刑 与陷阱对峙的画面 当时大陶的行径震惊社会各界 后来狱中自传 我在黑社会的日子 还被改编成大陶啊 我在死老的日子 及兄弟珍重三部骗子 港姓万子梁誓言大陶啊 当年还拿下了金马奖影帝 外界员们以为 看似忏悔的吴静诚 遇上特色减刑逃过一死 出狱后应该金盆吸收 没想到从民国95年出狱后 还是摆脱不了黑社会的纠缠 当事人私底下跟我们透露 他的真人事迹 是有被翻拍成三部电影 他说他现在有在吃素了 也是经常会进出寺庙 不过还是很难以脱离 江湖黑道的一些事情 因为他的名号很响亮啊 一些小弟还是会去找他 警方提报吴静诚等人为志评专案对象 长达五个月的搜证跟监金城 逮捕行动 一兵带回主嫌吴静诚 干部小弟及军师等七人 大逃啊吴静诚 距离上次入狱已经是十七年前 现在的他经济状况不佳 涉嫌靠着习日明号组织犯罪集团 逞凶斗狠 警方感叹 他的一生起伏 真的印证了 拍楼不得走 记者黄小賴事节 台中报道 警方ell 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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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